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例如看上一次2012年至2015年的收水 当联储局主席开始暗示说要可能收水 其实那个债市已经比整个真正的行动 已经走前了很多 是 纷纷了这件事 因为之前觉得你收水当然会下跌 就先卖定 但当真的行动开始了 其实以历史角度来看 你的债市因为发生了之后 其实它的债息慢慢减低 所谓这些叫buy the rumor sell the fact 当时你看到很夸张 因为当时联储局主席就是白南克 他在2013年的5月左右暗示 你看到当时市场还未准备得到 令到债息短时间 我看到两三个月内就爆升了一厘 其实今次你看到趋势 早前我们年初的时候又是 债息不断飙升上去 最高去到1.755左右的高位 然后最近又下跌 然后最近这几个星期又是上去1.6左右 你觉得跟当时的相比是否都会很相似呢 我想走势一定是有空间向上的 我想今次比起上一次 因为大家都知道整个动作是怎样做 而且鲍威尔也放过很多风声 说他可能要收税 我想今次的冲击应该没有上次那么大 是吗? 不用太担心 是的 但是股票市场会很害怕的 你知道债息一爆 所以大家会担心 通常这些突发事件 通常是刚刚出来的时候 那时候比较震撼一点 但是当时间慢慢过 慢慢投资者开始消化到这些消息之后 我觉得今次相对于上次 希望的冲击没有那么大 是否因为市场有足够沟通呢? 就是相对于那时候 足够沟通 还有之前也见过 哦 是吗? 就是刚才我们也放了一些冲击出来 给大家看 就是有这个走势可以做一个依据 所以有机会 今次大家都没有那时候那么害怕 是吗? 希望是这样的 但是你们的房子有没有看过 10年债息 譬如今年的目标是多少? 其实我们就没有什么说 一定是看多少目标 总之我们投资的时候 我们知道债息是有空间 上升的机会是多于下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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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